今天从日旅中的一见钟情这个词 我们开始聊一些相关的单词 以及其他的一些东西吧 我的课最大的特点就是比较发散 那我们先看一段视频 这个视频片段是来自于 一个叫做MFGhost的动脉 它是头文字D的续集 那这一边这一个Hitomebore 就是一见钟情的意思 Ari就是有 Ni就是这个表示一种可能 就是否定不可能的 一见钟情什么的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 那这边的Hitomebore 它的核心是什么呢 核心单词其实是 这个Horailu 我们看它的汉字 Hoh 恍惚的呼 也就是它是个字动词 表达一个动作或者一个人的状态 这个人处在恍惚的状态 什么情况下会恍惚呢 你喜欢的人在你面前的时候 有一种小鹿乱撞 其他东西好像都看不见 听不见的 这一种状态就是恍惚了 所以刚才那个是不是Hitome 看一眼就恍惚了 觉得发现自己的女神了 男神了 这个感觉就是Hitomebore 我们再来看一段来自间谍过家家的视频 视频里面男的被女的狠狠的挡了一拳 这个时候他说了一句 刚才给我挡的那一拳不是害羞什么的 是真的拒绝了我 然后他开始反省了 说的话是 对不起 怎么样对不起啊 就是这个恍惚 那其实写成汉字是字 几乎在日语里面呢 不会有这个自己的字写成 这是一个古语的表达 如果熟悉日语的话 有一个或者看过日剧 动漫比较多 可能听说过一个单词叫做 onore onore是什么呢 他的汉字就是写成自己的己 己和字是不是一样的 那时间长了以后onore慢慢的在这边就变成了 有点像吧 其实他除了写成字写成己也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就是自信或者说自恋 我给你这边说我来说的 我叫你快变成了 我给你这边就会不会是有的 我给你做的